回到中天五间新闻来看到桃园现有这位小姐被朋友怀疑说偷钱 结果两个人呢在大马路上不但吵了起来 这位小姐呢觉得自己被冤枉了 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她竟然赌气 躺在大马路上把附近的人看到给吓坏了赶快报警 还好那时候没有车子把她撵过去 警方赶到了现场劝阻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就是画面中右边这位卢姓女子在丈夫和女儿的陪同下 和左边的彭姓女子在庙前大吵大闹 接下来的事情更吓人 这名卢姓女子竟然冲到马路上横躺在路中间 怎么劝也不停 29号深夜年约40岁的彭姓女子带着罪意 一口咬定35岁的卢姓女子偷了她三万多元 深夜跑到庙里去说要跟神明发誓 没有想到寺庙大门深锁 彭姓女子撂下狠话 而陆姓女子也不甘示弱 赌气跑到马路中间打算寻短以示清白 我们到现场那个当事人只称说 她家里短缺三万元的现金 那我怀疑说是另一方当事人 有到她家里面有个 有一次是她偷拿这笔钱 不过这样的行径吓坏了附近居民和警察 当天晚上警方接获民众报案 紧急赶到现场 劝卢姓女子起身 并阻止她寻短才结束这场闹剧 中期新闻黄主华 陈立文桃源采访报导